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大王降祸 有一个打柴的人走到山间一条水沟边,碰上长大水,过不去 旁边有一座神庙,他就把神像拿出来,横放在水沟上走了过去 随后,又有一个人也来到这里,看见这种情形,很虔诚地叹息着说 对神像怎么敢这样放肆 就把神像扶起来,用自己的衣服把它擦干净,双手捧着送回到神庙座上去 并且拜了几拜才离开 庙里的小鬼对神像说 大王住在这里做神明,享受村里人的祭祀 现在,反而被这些无知的人侮辱,为什么不将灾祸惩罚他们呢? 大王说,那么,灾祸应当降到后来的那个人身上 小鬼不解地说,前一个人用脚剑他大王,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,却不将灾祸给他 后来的那个人那样敬重大王,反而要给他降灾祸,这是为什么呢? 大王说,头一个人已经不信神道了,我哪里还敢降灾祸给他呢? 世间的有些势力往往像这神像一样,你越怕他,他越欺负你 你不怕他,他却对你没有什么办法了 好